博烈论,今天跟大家讲一讲财经热话 就是大家究竟抽不抽蚂蚁 不过蚂蚁之余,我们还有iBond 所以香港人这段时间可以说不休,没有投资机会 周倩,这两个不同的选择你选哪个? 两个都一定做的,两个都有关系 因为iBond是当初我发明的,有没有讲过这个故事? 没有,反过来看看 那时候我和陶瑶珊都很熟悉 陶瑶珊是民主党的时候,就和政府眉眼去那一刻 就是走入中联门那一刻 他说不如找些事情搞,问我有什么可以提议给政府 我提出了几个,其中一个就是通胀挂口债券 咦,他说好啊,接着他就走去跟邓庄华说 走去跟民主党内部说 然后内部就提出给邓庄华,邓庄华专门了 他就说明这件事是我发明的 OK,虽然我们就不能够立即打电话给陶瑶珊 看看是否周倩发明,不过现在不重要了 既然你发明了这个对于香港人来说 大家这么有兴趣的投资工具 但是老实说,我跟你看法就不太同 你问我,马银加IBON,其实我都兴趣一般的 是,为什么呢? 第一,尤其是IBON,一人一手的格局 暂时看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你想买得多又不行 那虽然买得多,其实支持性质 多于实质的投资的性质 我想这么说,IBON不是你投资的 IBON是一个抗通胀债券 它到后就希望你扔一串串 因为我们拿着钱,其实原意就是 我们拿着钱,比如外国这样 这样,很多的抗通胀债券 就不是派通牌的,而是给你BIT的 就是说给你拍卖的,政府不是虚给你的 政府给你拍卖,你拍卖 你拍卖,谁也买到,价格是可以的 比如说,如果你是这样BIT的话 那你就会牵涉到,就是政府就不用虚给你 政府的姿势安全很多 但是其实IBON,那个抗通胀债券 最主要的意思呢,是一个二手市场 因为你拿着钱,很可能会贬值 但是你又怕收息的时候 你现在的息息很低 那你又不想买东西 所以你这时候,你买IBON去抗通胀债券 它是一种抗通胀债券 是一种对冲工具来的 那只不过它怎么拍卖出街呢 外国政府就逼出街 就是说大家投注 香港就是说,大家一人一手 都弄了出来之后,你在街上买 那就是了 我说到最尾就是说 当你如果用现在政府这一种通胀形式 其实作为一个投资者 我在二手市场吸纳另一样东西 但是你说,如果我真的打算 在政府手上去买一手 这个就真的,我经常觉得 我自己个人觉得 政府如果真的,你说 无论抗通胀也好 或者我用那个所谓的投资的说法也好 其实说到最尾,都是希望自己手上的 那个资产能够得以保值 甚至乎我就想有点升值 不可以 但这个问题,你先说一下 问题就是在于 如果现在政府仍然是用这一种方法 其实到最后呢 那个归边情况 就会在二手市场 开始出现第一次的归边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其实除非你那个 就是出到的价钱 当然就是 到时还有没有那么高利数啊 或者是否还那么 就是那个直博率那么高啊 还是说那些人拿出来 炒两转呢 我想如果他这样的话 他是没有幻想的东西来的 那只不过他始终是一个工具来的 他不是用来提出给你赚钱的 你如果作为投资者想的话 你就错了 那你如果作为是 即是说你应该作为一个保值者 就是等于钱存在银行的时候 你买 那你所谓有一定的利益力 你应该 首先不要打着一个投资赚 才是歪心墙去做这些事情 首先 但我不坏 如果外面有很多 你赚不到钱的 那问题就是这样 譬如我想去买iBond 但是我又抽不到 那我又不够人家 最初不够人家眼明手快 我是不是 都要起码来说 就算我不是接 即是 其实由第一手出来 去到第二手 我是不是起码是第三手 没所谓的 因为那个理事中都是 就是用来对冲 那个本意是用来对冲 你那个 你讨过是美好意愿 那美好意愿 那美好意愿 你先没有那个人赚钱 他是一个美好意愿 因为全世界都有的 你不用只在香港 全世界都有 他本来这一件事的设计 不是给我们赚钱的 只不过他发出街的时候 他给你一人一手赚钱 赚几百元 比比较B 免得麻烦的意思 他不是一个赚钱工具 不是一个投资工具 但是如果我们来抽 政府等于政府无端端 你用你的眼睛 你都算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人 不是 你可能不计那几百元 但是现在我们是说 可能那个人买股票 都是买几万元 有很多人买股票 都是为了茶烟饭 或者那些阿嬸的私人 买了去买菜 那些人会觉得 挺有趣的 买一下 我听到很多朋友 甚至有些钱的 他买股票 或者大家做份会 都是为了维系感情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有很多原因去买的 如果政府做了出来 大家烈烈烈烈烈做些东西 我觉得 你不可以担心 市场的气氛 就高于一切 是 没错 没错 就是这样 只要买股票 我也是跟他熟的 我跟公关熟的 所以说一定是唱好的 但是买股票这么大 这么大股票很难输的 因为全世界基金一切 但是为什么今天 这个腾讯 独升 这个阿里巴巴 就好像没什么大的动作呢 阿里巴巴之前动了 是不是 不要看一天半天的市场 市场 昨晚美国好像跌了600点 不要看一天半天的状况 一天半天的状况 一天半天的状况是很misleading的 就是炒股票 你也不是炒一天半天 你不是一天对着暴机炒的 如果一天对着暴机炒 根本你不用看fundamental 那另外呢 其实你刚才提到 这个做会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以前有很多 有金会 月饼会 私人那些标会 那些 就是形形色色 但是现在还有人做会 还有人做会 但是不多 月饼会和私人标会 是两回事 月饼会是月工月饼 月饼会的私人是月工 是不是 会的意思就是一种分歧的意思 就是一种奇数的意思 那标会就还有的 但是就比较少用 很少用 但是标会的 其实以前我记得 是小时候是私人做的 通常都是说 我这次我多给200万 希望标分1000元 就是千多元的会 可能等钱花 但是现在其实 我想财资市场 没有人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 因为现在有很多 现在有很多是那些叫做 那些叫做 那些叫做 是财仔 所以大家不需要做标会 很多最重要是财仔 就是财仔令到标会 这个民间的活动 涉微了 是的 但是有些还做 反而有些人还做 就是感情 有些工作 有些工作 都有人做 其实讲到差不多完 这一节 你刚才提到一件事 我又觉得很奇怪 就是在这个借贷市场里面 其实我们经常都觉得 如果你说一般有份工作的人 他其实跟这个银行借钱 应该都不是太难 是 但是为什么仍然财务公司 有那么多生意 第一就是 借钱很多是财务 银行不借 就是有些是 譬如说是私人 那些是不借的 就是有些 Personal Loan 银行都是经财务借 就是匯豐 你问匯豐借 匯豐可能经匯豐财务借 他生多两厘 没错就是 所以财务始终有它的 而且财务可以多数做一些 譬如柳案 那些二案 始终有些生意做的 而且有些无底 贷款 银行不肯做的 就是财务都肯做的 就是你很熟悉的都做的 譬如好像 如果你现在想借的话 立即找财务借回三几百万给你 但是我想你银行 你不可以立即去 过两天就多三几百万 那是很难的 财务可以多快 那时间 就是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你这样就容易些 就是说这些 想赚你钱 有多少利息 借财务 我最多是三四利息 一个月都有 三四利息一个月 都有的 是的 我看财务有得还 我解释给你 为什么看财务有得还 为什么 譬如我现在借一百万给你 你一个月还一利息 或者一个月还两鸡 一定可以还到 是吧 是吧 还息不还 本位三匹就还不 那你跟我工了 你跟我工了半年之后 还了四六万 那我就叫你还 没错 还差你一百万 那你叫你还 如果你还给我 你可能还一百万 那你问你第二个朋友 借责一百万 那你就转来转去 你还没错 这个无限地獄 真的 今天和周显说 这些 其实就不是财技 来的 不过就反过来 这些真的 可能 虽然不是那么多人说 但是其实每一个 我想很多朋友 你们身边的人 都有这些的经验 如果不是的话 怎会那些财制广告 登得那么密 那么多 下一次再聊